繼續來到尾場 第十一場賽事 三萬千六的狀態 都是一組挺平均水平的麻利 在這裡大家敬續 二號的智慧神區 你不動些配備不行 上次這樣出閘法 除避窟 除交叉避窟 八號的標誌量子初用環形可不鐵 十一號電路九號 頭罩有 紮利友 初戴眼罩 另外十二號的皇帝金 他也初戴眼罩 先看開心寶貝 我也知道他應該是一隻長線很好的馬 第二場出賽已經積輸 但現在上千六外蕩135磅 這個要再考慮 考慮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看看一組試襲 組紅帽智慧神區 中間就是白衣紅就獨角獸 近鏡淺藍衣就是象盒 先戴這隻智慧神區 他也是一隻 我記得之前曾經試過腹腳痛的馬 我對他一向都是很有戒心 首先就是他神操那群配備 有時速度很緊 馬經常都不是那麼特別 他有追的, 最後這些集 另外前面那群馬 都是一些新的馬 很多的馬名我都不知道 帳俠就中間純根 到底到真正落場這隻貿易是怎樣 智慧神區真的很難搞 那個傷患 就是因為上次這樣出閘 那裡就大脫腳 現在又除了配件試襲 神速之類的 跳功夫又不是那些 那你無法計算 好了 接著就重化回來香港的 最眼光 其實三隻都是重化回來的 最眼光是一隻漂亮樣的馬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它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這個最眼光 經常都來不來又會跑得好 好了 穿鑼手區 這些跳程 可能很多都會根據外地 它都應該可以 還有向一些四歲系列賽進軍 我也明白的 但你始終是第一次跳上去 一搶口外地馬上不行 這隻就是威武覺醒 上次也是由菊草過來 挑戰一些厲害的馬 這隻威武覺醒也衝得不錯 今年都很進步 大熟大勇 還好 現在脫掉了口 變得多漂亮 這隻又是新力高升 五、六兩隻馬都這麼好 這隻上千四 這樣積輪再輪 又上千六 不過三班 我繼續 很小 這隻馬 至於這隻大力猴王 它是一隻比較長身 有這麼多轉彎 比較輪盡的馬 所以你見它下的配備都比較多 不過其實沒有威脅 它是3355 標之、量子 它試襲又不是很差 但是你看看 那陣毛 那陣毛 你跳過 我覺得你應該還未得住 五彭治的那些 H步新馬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那些模式 那些模式比較長 然後是水晶酒杯 這杯是標之、量子、貼藍 中間是紅、雲、帝王 外面是最眼光 這組集都拉得散了 前面那隻是47 放頭的 雕主第二 水晶酒杯也很輕鬆 後面是白鼻窟 要留意 包裝必勝 旁邊是紅、雲、帝王 也是順著跟的 貼藍就是那隻標之、量子 它也沒有動手 順勢跟跑而已 最眼光也是 滋滋、油、油、輕鬆 輕鬆暴投 大家都順著走的性質 天行健在裡面 這隻又是 可能不夠你跑或者什麼 但是它的狀態就是很厲害 馬狀態很健康 希望它也跑得好 然後輪到大細智庫試襲 放在前面走 雕主第二是龍之心 粉紅衣 然後是星洲之光 中檔橙衣就是朗朗乾坤 四隻馬要看 當然其他馬 大家有時間可以多看兩眼 大細智庫是梁家駿修復到他 每次換了其他人跑 他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梁家駿跑 零射跟他合得來 有前有後 至於那隻粉紅衣的龍之心 一度好像沒有了 但是奇奇下 馬又飆上來 朗朗乾坤在他旁邊 好了 再看看大細智庫 又是回去重發 我有時怕他排內蕩 不過現在跑千六 羅蕩也不怕 千六可以放到前面放 更加可以 千四我喜歡他排中外蕩 是的 至於這隻 就是電路九號 Mate 4的灰馬 前面一對 動感先鋒 和線路輝說要看 動感先鋒大眼罩 是的 動感先鋒這次跑 就用棉褲 近期呂健威也有些 試試這個配備 剛剛那隻灰馬都試過 都不行 那隻上浦精選 至於這隻動感先鋒 就過了前面力藥那隻馬 都OK 走勢 後面那隻 經常試襲試得好的 庫泉大師 他都跑了 電路九號就走出個中外蕩 但他偷了很久 偷偷一下 最後才來了 很難搞 我想這隻馬 他一定是很有潛力 我覺得這隻真的是電路九號 但是他的心態 他的腦 怕他還沒得 他突然之間跑得很好 跑完之後 上次又缺貨了一大輪 這隻是黃大金 稀威心出調 他其實是要跑長一點路程才好 現在 因為他跑行了 他不是九一復出跑千六 所以我想路程會速一點 就算數到飛馬將軍 我覺得這隻都開始 越來越上力程度 厲害了 這隻馬 當然 你說級數或其他東西 可能要再引證多些 路路爽 今年的進程 都是不得很順利的 那隻馬 跑下去也有些不外如是 這貨除了個防沙眼罩 因為通常神速他都戴著的 好,來到第十一場的三班千六米 這一組多馬選我 首先我覺得狀態好的馬相當多 也有很多進步 轉變當中的馬 我最喜歡見到新力高星在那裡 因為我經常見到他都肯選他 由他初初不行 一路四班殺上來 千二、千四、千六 一路都跟著他 看著他越跳越漂亮 這隻新力高星 希望都繼續順利 至於其他的馬 那隻電路九號 我剛剛年三十萬 那天的賽事 我見到還沒跑之前 高東尼特地安排了兩隻馬出來走圈 一隻就是這隻電路九號 一隻就是那隻帳盒 兩隻馬走圈的情緒都是OK的 但這隻電路九號 它是很年輕的 很嬰兒子的形態 它可能突然間很心情 它都掃了你 但它突然間不行 像上次一樣 它是輸很遠的 所以這隻電路九號 是可以爭 但就是欠穩的馬 即是很深藏不露 突然之間 再對上一個集 它都完全不走 接著再試襲 二套眼罩緊的 第二個集 它有一個 mood 一路隊 它又騎得動 不過就不是穩定 如果你說穩 因為這些是搏 它突然之間好 一號開心寶貝都是 其實你明知道上次贏千四 其實你想想 那組馬是 它真的贏了 落地第二場即贏 但是那組馬 其實你再數後面那些對手 其實不是很強 不過它又跑得對 但是你現在要面臨的挑戰 就是你的進步幅度要大得很緊 頂磅十二檔千六 你幻想一個期望很大 這樣就沒辦法 但是到時你自己再衡量一下 三號馬最眼光 我覺得要要的 另外五號反而我喜歡這些形態 威武覺醒 脫了口 自己走得順更好 勢頭勁當然是六 新力高升 這些就一直爆上去 另外十號馬大細智庫 可能被他千六擺在前面 但是要留得順一點 千四就不能夠放到之前這麼快 這次回到重化 我覺得這隻馬都要小心它 那美場賽事 第十一場都跟大家研究過 看看今期選了什麼馬 我就選這隻新力高升 我選喜悅精靈 十一場賽事有跟大家研究過 希望大家年初三就旗開得勝 節目的時間也夠了 下次也跟大家再研究過 拜拜